希望让自己爱的人过得幸福 这才是最大爱啊 绝了 这俩人高尚了 都是爱情保安 就是爱情保安的爱情保安 直接就给他发电信高 I love you 对 现场辞职 现场就是被解雇了 太吓人了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摩登兄弟刘雨宁 哈喽优酷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王一婷 那这位呢 王一婷 在我们爱乐传中饰演的是琳郎 也是这个洛明熙 非常得力的一个 干将 一律 对 一律棋子 也不算棋子了 非常的棒的一个助手 非常棒 这位是洛明熙 洛大人 也是这个 琳郎的boss 琳郎的老板 两位如何形容洛明熙跟琳郎的关系呢 我觉得琳郎对洛明熙就好像洛明熙对于仁安乐是一样的 哎这个理解太正确了 嗯 真棒 然后就是都是爱情保安 就是爱情保安的爱情保安就是 付出行 而且希望自己爱的让自己爱的人过得幸福 这才是最大爱啊 对 绝了 这俩人高尚了 这俩人格局正了 格局太厉害了 格局最大的两个人坐在这儿 是的 我觉得因为琳郎的身世呢 是其实是从小 她的家家庭遭受了一些减难 然后呢 被罗明熙所收养 怎么说呢 一手给她培养成一个 一员得力的干将 然后呢 对她也是一个 非常疼爱的一个一个一个关系 嗯 洛大人琳郎在感情面前都是偏隐忍的 如果一婷是琳郎的话 你会如何向洛大人表达 我本人的性格呢 肯定不会像琳郎 因为琳郎它是很隐忍的 那种嘛 你现实当中你不隐忍是吗 我不隐忍 哦 直接就给她发电信告啊 我 I love you 诶对 是吧 对对 就是不隐忍 就是她跟我太不像了就是 然后琳郎就是会一直忍着 作为琳郎来说 她不会告诉大人 就是一辈子应该也不会说吧 你淘汰心里 就是反正为这个角色 着急吧 对 刘宇宁老师有为洛大人着急吗 那你倒没有了 因为心里有 哦 还行 还行 因为我就属于也是不会去 主动表达的人 嗯 在感情面前相信会有很多人 像洛明熙琳琅一样的处理方式 面对这些人 两位有什么过来人的经验吗 还是尽量不要这样 还是学学我们毛怡婷本人 就是有爱就勇敢说出来 是不是 就是反正就别憋吧 憋就是容易生病啊 容易身体不好 憋的话 也容易把这份感情憋没了 所以尽量就把握当下 所以您哥是转变了是吗 不是我是劝各位网友 但是我是属于能劝别人 但我自己劝调自己 自己坚决不变 是啊 以洛明熙这种老板 过节得给属下发多少年终奖啊 我整个林乡楼都给他了 琳琳不需要 我饿死我都要陪在老板身边 我饿死我都要陪在老板身边 首先他就属于一个就是 什么都需要 因为整个林乡楼赚的钱 他可以随便花嘛 你看我们什么时候被钱去筹过 从来都没有 对对对 祝明熙带着琳琳来到现代的话 得做个多大企业 哎呦 最起码得开个这这不得 酒吧是不是 对 最起码开个那种娱乐城酒吧那种的 晚上天天打碟那种的 对 那两位怎么分工呢 零五 零五 也没有 第一声 第一声第一声 所有的才艺 包揽所有才艺 骆大爷呢 我呀 我就是那个在后面打个戏 坐着 我坐着那种包 就是那种安保安保安保 嗯 啊 刘雨宁现实生活中是什么样的老板 哎我这个现实当老板我可太好了 真的是 真的啊 来随机抽取我员工上来聊两句 因为我 呃 从我出道到今天然后我身边的团队都没有换过 任何人都没换过 所以就 还我就是喜欢比较念念情的一个人吧 要不随机问一个看他们怎么回 回答好的话就容易就是丢掉工作 对对对现场就是 现场辞职 现场就是被解雇了 两位可以互相评价一下这次的合作感受吗 就是宁哥很照顾我的现场 因为因为因为这这部剧就是其实对我是一个挺大的挑战 然后就宁哥就是也会给我一些建议啊啥的 就是我们对戏的时候就比如说也会给到我一些建议或者是怎么样 就是很照顾我然后还叫我唱歌 他学到了一点歌这个歌技对 一天呢也是特别好的一个小朋友 在拍的过程当中其实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特别零零的一个演员 就是他很多很多很多新人演员他会不知道他自己干什么 比如像我我就是个新人演员 我会有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演什么东西 但是他很快就会能抓到人物 而且知道自己该演什么 而且你会发现有一些我俩的对手戏他给他反应都特别准确 不会觉得他有任何的表演痕迹 而且他是年轻人嘛我也不老啊 所以我们有一些说网络上的梗啊什么话题什么都会现场开玩笑 很轻松很快乐就很顺利的把这个戏拍完了